社會消息要來關心的是台中 豐原發生了陸籍女子砍傷男友 這癥結可能就是男友喝醉了 拿菜刀威脅女友 不過陸籍女友是伸手矯件 是一把奪下了菜刀 還怒砍了男友二十幾刀 客廳內四處血跡斑斑 用來行凶的菜刀也滿部血跡 看起來非常嚇人 原來28號晚間 台中市豐原區一名零姓男子 酒後與樓姓陸籍女友發生口角 拿刀做事要砍殺女友 拉扯中樓女奪下菜刀 反過來砍了男友二十幾刀 外面看人家喝酒 可能有發生 跟外人發生口角 他們就離開現場 回到家 然後後面又發生爭吵 樓女拿菜刀就往林賢 前胸後面 還有他的手部這樣砍 林姓男子傷勢嚴重 左背前方的肌腱被砍斷 頭皮還整個被砍到掀起 據親友表示 兩個人一兩個月就會大吵一次 只是這樣拿刀動手 還是第一次 以前好像不會 就只會摔東西而已 摔東西 然後你們會幫他們報警嗎 因為太差了 曾經幫他們 別人報警 你不做 所以大家在不怕 你一條就先來 你還不知道你看 不然 對嗎 林姓男子宋醫後一度命危 目前還在觀察中 樓姓女子倒是沒什麼大傷 只有著手有五公分撕裂傷 被警方以殺人未遂最嫌 移送偵辦 UDN TV的通話綜合報導 我們會不會做到 我們會不會做到 我們會不會做到